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话要探讨的是美国股息的大跌 目前牵引到台北股息我说最弱的就是NASDA NASDA在昨天里面重新回测到季线的所在的位置 我们到底该如何的看 第二件事情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主升段它已经结束 它只是在一个扩延波里面 扩延波的一个表现 低位阶的个股它会去做一些的一个补涨 高位阶的个股有时候它会进行一个补跌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来讲话 它在这个时间点里面轮动它非常非常的快速 大型个股的表现会不如中小型的个股 那目前它这样的格局会不会改变 或是什么时候它才会改变 那我们等一下里面会从这个角度 针对一些的传产跟电子 我们在昨天就讲了说 在这种过程中下个礼拜回来 其实就是三月份要公布二月份的营收 那我们在昨天也讲过 目前我们正在拟定全新的一些的计划 就是针对三月份的题材 或是二月份的营收公布 本来工作天数就很少 哪些的个股里面撒下来 是值得我们在未来里面来讲去做留意的 那就是在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 台北股市今天的卖压分成两个 一个就是美国股市的大跌 那美国股市的大跌 美系外资占第一名 尤其它又不是真心诚意来做多台北股市 举例他昨天买的现货 但是他在选择全市场上面 布了很多的空单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只是因为美国股市的一个上涨 他被动的基金里面 因为指数的涨他要买股票 今天指数跌他就要卖股票 加上在这个过程中尾盘 有没有看到尾盘是最大量 因为他是来自于MSCI季度的调整 他必须在尾盘里面 他出现一个大量 尤其大家在盘中里面 也看到美国股市 他还是呈现了一个重挫 当然都会影响到一些的 投资的一个信心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就来针对台北股市来跟大家讲 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讲 在这个过程中 你回补缺口15938 你可以盘中补 但是你的收盘要拉上来 不然的话他短期之中 在整个一个过完年之后 买的个股 或是你在封关买的个股 从指数的角度 你就是赔钱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转弱的部分 那KD指标他已经交叉向下了 我说做短的人你可以短卖 其实在之前他就已经交叉向下 不是今天他是在昨天 其实就交叉向下 所以在昨天里面 我们也有去做一些调节的部分 那这个调节并不是来自于KD指标的交叉向下 因为我并不是太喜欢做短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盘 其实你要有反市场的概念 这是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就谈过 你要吗 在这边买股票 我说你就是要耐正 如果你会怕 你又不耐正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就不要买 我说宁可不要 你不要买 你敢买 你在过晚年之后你敢买 你就是要耐正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都讲得很坦白 你如果会怕 你又不耐正 每一天追高与杀低 我说你的财富会损伤 你在这种过程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 那在整个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说知卷的童真 他一定代表人气可用 但是他也要考验筹码的稳定度 这都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要去做一些观察的部分 那我们拉回到 我在这个过程中先跟大家看 看整个这个时间点的一个美国指数 这是一个道琼 我说道琼 在昨天之前的创新高 是来自于他的位阶比较低 他可以去做创新高 那昨天的下跌还守在月线之上 所以他这个部分没有很大问题 就是KT指标交叉 向下的一个问题而已 那我们再来看 NASDA先放到后面 那废半的部分 他跌破了整个一个月均线 那月均线未来是目前还扣低 未来要扣这一段 可是他的季线所在的位置 是不是在这里 我把它拉过来给大家看 季线扣的位置在这里 在这里 那扣的位置比现在低 也就是说 从废半的一个指数上面而言 他跌破了月均线 但是如果来到季军线 就像我们在之前讲的 一个向上的G线 还扣抵在相对的一个低位阶 接近它 靠近它 是不可以杀低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假设真的废半有所拉回 也不用太过的担心 因为它的中多的架构 短期还不会破坏 那现在就是回到 NASDA的一个区块了 因为NASDA我们说 季线是一个生命线 我们在之前讲过 你在这个过程中 我说这是他今天晚上 这是他下个礼拜一 我们刚好封关的这两天 他还没有很大的问题 可他的月均线将来要扣高 如果他昨天涨 那没有问题 昨天跌 那你就必须要尊重 这个月均线的反压 所以他要整理 大约是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可是他的季线 他现在已经来到季线 他说季线跌破 季线扣的位置是这里 就是站在今天 往前回推60个营业日 他是在这里 那这里的位置 短期是不是都在这里 那你给他拉过来看 那基本上而言 还扣得到相对的一个低档 也就是说 就算我们在今天里面 看到了美国股市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但是整个一个NASDA 他有季线的保护 就算破 他也不代表增跌破 他不代表增跌破 那费半的部分里面来讲话 也就是说 在这种过程中也一样 他们都是在这种边里面来讲话 他形成短线上面涨多的修正 那我们就可以拉回到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集叠 你要不要去做撒低 我觉得 如果你在之前里面 有控制一定的持股比例 甚至在昨天的大涨 你有去做调节的部分 你应该很开心 很开心什么 很开心台北股市今天大跌498点 很开心是未来里面来讲话 假设美国股市 它有所拉回 你就有差价 可以去进行什么 你之前卖出的个股上面 进行一个买进的动作 但是 前提是 你要看好这一档个股的未来 我们说本命好 它来自于获利的成长性 来自于基本面 我说像美国股市的大跌 台北股市的修正 日KD的修正 这个代表流年 你只要本命好 你的获利好 时间都会给股价公道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已经印证了非常多年的一个时间 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刚才 为什么要很清楚的跟大家讲 NASDA就算破 你不用过度的担心 废办就算来到季线 你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原因就是美国股市 目前的盘后盘 它是下跌的 那美国股市的大跌 它就会造就出来 美系的外资 它站在的卖帮 尤其是被动的一个基金 指数涨 它必须要买股票 指数跌 它必须要卖股票 它必须在MSCI季度的调整 在最后一盘 把它的一个手上的部位调整好 该买什么 该卖什么 去调整好 那再过来 我们还留意几件事情 就是说外资 在这个过程中 它的下跌 它到底愿不愿意 把空单去做减少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要去做一些的观察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 在这种过程之中 台北股市 你的出身段 跟主身段 我在这个节目已经跟大家讲得很坦白 结束掉就是结束掉 中小型的个股的表现 就算未来还有所谓的末身段 它也不会比中小型的个股更会涨 那你除非说你是做一个价值投资的角度 譬如说600块钱以下的台积电 你做一个价值投资 你是以5年 它的一个复合型的成长都高达10%以上 那如果以5年而言 未来里面台积电 它就是30块的EPS 那你可以去做留意 否则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以扩延波跟末身段 它的一个全值个股 它只能够 譬如说涨呢 不如小型个股的涨幅 对不对 跌呢 如果外资卖呢 它的跌幅也不轻 像这些龙头型的全值个股 就跟大家讲 假设你不是投资型的 一些的投资朋友 你就是等到什么 法人卖 卖不下去的时候 那就是来自于 关股银行 世大基金 公司派 跟着外资去做对作 外资卖 卖不下去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你再去做留意 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投资朋友 稍微去做留意的 现在都指了内资PK外资 内资PK外资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美国股市指纹了 外资的区块 才会重新的 去看待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那在最近我跟大家讲说 很多人都一直跟我在讲 什么美国公债 十年公债的殖利率 我已经跟他讲 那就是为美国股市下跌 找理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道琼为什么 在昨天里面创新高 为什么道琼在最近里面 来讲话的表现 比NASDA跟费办来得好 是不是就是来自于 道琼就是很多 传产跟金融 那因为疫情 我们说十一住行 娱乐 相关的概念各股 当时候就因为新冠状的病毒 它影响到 那你现在的疫情 已经降温 虽然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复苏 但是股市就在反映这个 那另外部分在反映什么 反映在整个一个 可能会有通膨的一个部分 它就在反映这个 那你说十年公债殖利率 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说公债殖利率一直涨一直涨 很多人就会卖股票去买 那个美国的一个公债 十年的一个公债 我说大家先了解到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矛盾的 非常不专业 我要先跟大家讲非常不专业 为什么 大家先了解到债券 债券它会有一张一个债券 上面会有个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是固定不会变的 几%就是几% 跟你讲好几% 当时候发行 讲好几%就是几% 那个叫票面利率 那你的公债的殖利率往上走 代表什么 你发行完之后就像股票 股票发行之后 你有市场上面的价格 你市场这上面的价格 一直有人买 掉下去了 你的公债殖利率里面就会上升 这用讲简单的方式就是 大家应该懂的殖利率 台湾里面来讲话 整个一个殖利率一样的角度 股价越便宜 配息不变 对不对 股价越便宜 是不是跌就是越便宜 那殖利率就越高 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那如果大家都卖股票 去买了一个公债的一个部分 请问它的公债的价格怎么会跌 大家就是预期 因为未来的景气会好 你长期在这个低利率水准不可能 你今年里面废的 包吾已经讲了 不会升息 就是不会升 可是你明年之后 你后年之后 你是十年的公债 你十年之中一定会升息 升息会不利于公债 所以它是在反映这个 那另外一部分 美国的弱势 跟所谓的港股的弱势 我说反映的就是在资本利得 它科增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税就是 我们在之前 有没有科增过证所税 有吧 台北股市有没有跌 那它的一个部分 一定说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你知道买股票赚的钱 我要你科增资本利得税 那为什么费办里面来讲 跟NASDA 它比较为了这个原因而跌 因为很多的公司是赚钱的 你赚钱你就会被科 契约税 契约税的部分 我这一家公司亏钱 我有可能被政府科到税吗 不可能 所以当你在科增两个税 一个资本利得税 一个契约税的时候 当你的企业是亏钱 很多的传产个股里面 像波音这种飞机的 你认为它去年会赚钱 让你科到税吗 不可能 可是很多的NASDA 像苹果赚钱 脸书赚钱 这种就会被科增到企业税 那你科增企业税 就会造成什么 你的获利是下降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来一句什么 资本利得税 它会讲一个时间之后 你再玩股票再赚钱 你要给我科增证所税 那大家会不会想要 我现在股票赚钱的先卖 会吧 台湾股市之前也是这样 要科增证所税的时候 也是这样 所以你把逻辑搞通了 你就懂得为什么 美国股市 NASDA跟肺办卖压比较重 因为他们都是在历史的高点 肺办的很多的公司里面来讲 道琼的部分就不是 他这个部分是要稍微去做留意的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第一件事情 比较重要的是15938 可以补但是不能破 那大盘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件事情 现在大盘来到月线所在的位置 月线它之前是扣 现在扣这里 跟目前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可是它未来有段很短的时间 会扣往下 会往下扣 所以它如果不是一个极错的格局 也就是说 它不是直接封闭到这边里面来讲 就是15100点附近 这个最低是15089 这个缺口是在15429到什么 到15546 它如果不是很快速的到这里 其他的月线还不会反转向下 它也不会反转向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定下心来 如同鼠方说的 大涨 我在昨天就跟他讲 大涨你就开心吗 不需要开心 反而可以利用一些的个股上面 去做调节 大跌要伤心吗 要害怕吗 不用 它有时候就是你的机会 因为趁着股价的一个下跌 你买到低的 它相对性的 就代表在这个时间 你的本命会更好 你的获利会更强 你的本益比会更低 它反而来讲的话 是一种机会 所以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如同我们在这个节目 告诉大家的 就是说你现在的一个选股 完全以直做考量 直做考量 那大型的个股 一定会有外资的卖压 但不代表你手上的个股 不一定就是差的 也要知道 很多的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它的买点都是外资大卖的 你要想想看 台积电 联发科 日月光 红海 这一类型的个股 如果不是外资大卖 股价会跌吗 如果不是外资大卖 股价如果不跌 你怎么能够买到便宜的价格呢 一定要有这种概念 你才能够去了解到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的 一个台北股市 到底该流行什么 应该说流益什么 我跟大家讲过 传产也就是流益 疫情的降温可以因此而受惠的 第二个 电子就是在缺货跟涨价效应的概念 个股里面 那这个部分里面 到底含有哪些的族群 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很多的投资朋友 都喜欢看法人的一个进出 当做你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参考 其实法人的进出一定是对的吗 不一定啊 所以要看那个本身来讲 法人它的功利 它到底是多少 像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在之前就告诉大家 说疫情它即将结束 你要做短呢 货柜的获利比较好 你要做长 你就去买航空的个股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跟大家讲得很坦白 那你来看华航到今天里面的 一个创新高 昨天涨停满到今天创新高 已经到了14.25 在当时候的最低点 这是不是起涨点 这边是起涨点 没错 大家看得到吗 起涨点 请问起涨点 法人是卖还是买 给大家看一下 法人是卖的 卖到起涨点 可能看不大清楚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卖的 卖的部分 看到没有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一定要了解到 很多的事情 你要回归它的中心点 它的价值在哪里 它的CP值在哪里 就像我们在跟大家讲 当时候的华航 我跟大家讲 它的空中的货运 航空货运里面会涨价 那你都是一定要等到 报道上面登出来 你才要去追 那你一定要买到13块多 14块多 那你差了多少 你跟最低至少差了两层三层四层 可能就是这样子 低档都是要靠基本面支撑出来的 空间靠筹码跟技术面支撑出来的 就创造出来的 低档基本面支撑出来 空间筹码面跟技术面 它创造出来的 那整个华航到昨天的涨停板 到今天的一个创高 已经来到多少 有没有最高 你看我们节目里面去买 或是我们会员里面买的人 到今天里面一定都是赚钱 都一定是赚钱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11住行预热的部分里面 我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我们说过电子个股里面 它就只能够从 缺货跟涨价效应里面 你去做选择 在当时候的被动元件 我们就跟大家预期 我说它会涨价 它会涨大 你不要等到公布涨价 你才来买 那你买到高点 可是它现在里面再跌下来 我觉得你又可以去做留意 那2327的一个国具 在当时我们说 它这一段 是因为它是T50成分个股 外资买比较凶 当时候的一个华兴科 没有涨 先看清楚 没有涨 那你来看 它的最低点 也一样 法人卖出来的 我跟大家讲 我说在这个国 210几 220几 230几 全部都是法人卖 然后你再来看 法人卖 买在哪里 有没有买在相对的高 都是 那你现在再拉回来 这一定是法人有卖 因为它也是算是 一些大型个股 拉回来 那你有没有发觉到 它是不是要回撤 这些的颈线的一个位置了 而且来到月线所在的位置 加上它今年的获利 因为涨价 本来估19 20 现在可能20 22 那本益比它就变低了 那这个部分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时间点 像这些个股里面来讲话 修正涨多的技术面 外资或是投信卖出来 你才有便宜的价格可以减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从整个一个 所谓的被动元件之后 我们是跟他讲说 从CP值来看 你自己看观察立农店 那立农店这一波有涨吗 有跌吗 没有跌吗 外资也是在卖 有跌吗 没有跌 我说真正的重要性 是来自于它的最大量区间 77块6毛钱 如果不去做跌破 它就还是多方趋势 它就还是多方趋势 所以电子个股 它的缺货跟涨价 它来自于被动元件 记忆体 ABF 驱动IC 那我跟大家讲说 4961的天域 我们在当时后 买天域的过程之中 它是连续喷出了 5根涨停板 从120几连续涨到200多 我们也不用去数涨停了 就给大家看 在这个节目里面 在这一天我就跟大家讲 我卖了 而且我不是卖到低 我也没有卖到最高 我就卖了 我说因为它被分盘交易 在这个礼拜开始 那你来看看 在整个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在昨天 在前天就跟大家讲 天域我没有不看好 所以天域 如果在这种过程 虽然它分盘交易 它杀下去的时候 投资朋友你可以自己去做留意 你看美国股序的一个大跌 你去跟着杀 4961的一个天域 刚好开盘是最低点 它收上来 然后呢 它的股东残会的日期 已经确定了 5月份就要公布了 这是大家自己留言 那你来看 它有跌吗 它有跌 你说很多的一个机会 并不是在于 它的大涨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天域可以买的时候 也是跌 也是没有涨 一路到它大涨 我在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逢低去留意 天域的一个机会 也是跌 昨天也是跌 今天的开盘也是跌 拉上来 所以观众朋友 不要怕 不要怕大盘的拉回 而是你没有目标 拉回你不知道该买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从昨天开始 已经告诉大家 我的作战计划 一个 好股高出之后 低进价差的买业 第二个 我们主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什么 就是针对2月份的营收 利空 看哪些不长眼的 一些的投资人 或是法人 卖出来之后 我们要去做低接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都事先讲到前面 就像大盘跟大家讲过 它就是扩原坡 你不耐震 那没有办法 那你反而在这边里面 来讲话 你是不能够操作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蜀方都已经把规划做好 个股里面选好 你要跟上蜀方 全新的投资组合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赢钱数不完的专案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